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种简单的自己制作蚯蚓塔的方法 随着气温的回暖,菜地里的蚯蚓越来越活跃了 好的正常的蚯蚓对于种菜起到积极的作用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蚯蚓粪就是很好的氮肥 蚯蚓还能够在土里爬进爬出,疏松土壤 但是我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有一种会跳的蚯蚓 是一种入侵蚯蚓 发现入侵蚯蚓不是一个好现象 所以我仔细观察过我菜地里的蚯蚓 幸运的是,都是正常的,不会跳的 今天制作的蚯蚓养殖器用料非常简单 我用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用牛奶桶制作 准备一个空的牛奶桶,把底部去掉 在桶的侧面,钻些洞 位置呢,很随意 然后就可以埋在我们种的蔬菜之间了 哎,慢 您以为我会就这样买好了再加厨余吗? 那就太二了 因为这个桶的口不大 第一次加厨余和土量又比较多 所以,聪明的我 这样把它倒过来 这样就方便多了 加好了厨余和土 再顺便,抓两只蚯蚓放进去 然后再迅速地把它扣过来 把土整理好 再加一些厨余 哎,这样就好了 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要这样做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非常流行的蚯蚓塔吧 蚯蚓塔用的是PVC 比较粗的管子 然后在上面打洞 埋入地下20-30厘米左右的深度 也就是蚯蚓活动最频繁的土层 然后,再露在外面的管子里 加厨余和土 这样就可以招来很多的蚯蚓 自由地进出 吃掉埋在土里 管子里的厨余 并排出蚯蚓粪 供挤周围的蔬菜 所以我不想花钱买塑料管 也不想在硬硬的PVC管子上打洞 而用牛奶桶代替PVC管 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开口有点小 但是也是可以放进去厨余和菜叶的 牛奶桶的深度也刚好够 是大多数蚯蚓活跃的土层 平时看它里面厨余自然下沉了 就再塞进去一些香蕉皮 果皮 菜叶之类的喂给蚯蚓 就很简单的 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蚯蚓粪了 第二种方法 我用的是平时收集的草莓盒 上面已经有很多洞了 所以就不用再打洞了 直接埋在地下10-20厘米左右的深度 做一个记号 这样就不会忘了或者找不到了 草莓盒里我也是放了一些厨余和土 然后再打洞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过了一周 打开来看一看 可以看到 已经有蚯蚓被吸引过来了 抓几只蚯蚓放进去 再盖好 继续耐心等待 又过了两周 打开看看 除了比较硬的果皮之外 大部分的厨余都分解了 大家看到了吗 有蚯蚓刚好在草莓盒的边洞爬进爬出 里面还有很多小的蚯蚓 看来蚯蚓真的把这里当做它们的家了 这两种方法类似蚯蚓塔 好处是不会招来小动物 因为厨余不是直接埋在地下的 即使有小动物过来 也打不开瓶盖或者草莓盒的盖子 所以很安全 其中用牛奶桶还可以不断地加入新的厨余 这样在牛奶桶周围的蚯蚓就会越来越多了 而草莓盒呢 只是不要忘了将它取出来就好了 感谢您收看灰生活种菜 咱们下期再见